前日期拍下凌晨3點多 娃娃機台主來到機台前面 拿著硬幣不斷地刮牙刮 把大獎號碼刮出來之後 更令人傻眼的動作出現 就發現那個台主 自己把那個六四號的大獎刮走啊 這名台主竟然把刮開的地方 又重新刮乾淨之後 再度貼回鉛紙 好幾個補丁深淺不一 就是被他重貼過的 很明顯就是被動過手腳 也難怪民眾認為受騙上當 坐牽坐假 輕便夾客啊 台主輸不起啊 那個那隻是武雅大約是2800的駕駛啊 日前在台中有民眾到某娃娃機店 想要拼運氣換公仔 規則是夾出一包帶夾物衛生紙 就能夠刮一次刮刮樂 要是能對應到上方獎品的號碼 表示刮中了該項獎品 結果民眾花了2000多塊 完全刮不到大獎 帶夾物衛生紙卻沒了 請台主來補貨 結果他竟然把價值2800塊的大公仔 自己刮開 自己抱走 台主做瓦菜出草耳啊 一看都是有作假的嫌疑 因為郭郭樂有兩個顏色啊 不同啊 台主不理不睬啊 就交給警方處理了啊 後來這位當事人聯繫場主 掉以了監視器 發現是台主自導自演行為 台主也立刻被趕出店家 現在不只是一番賞能夠藏籤 卻連娃娃機都能夠作籤詐騙 台主自己補回籤紙 營造大獎被人刮走的假象 害民眾花了冤枉錢 卻得不到想要的公仔 大罵手法 粗糙卓裂 他也向警方報案 提高詐欺跟檢舉賭博行為 東學人在台中長報道